好,接下来讲这个机械制造 11-7,基层成型 这个是在108新课纲 相当新的一个单元 那108课纲 第一届白老鼠 大概会在111学年度 开始有新的考题 所以大概就是今年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层成型一些重点 每个人认定重点不一样 老师分享我的重点给你看 那这个基层成型来 我们一起来画重点 这个的确是近年来 备受的瞩目的技术 是没有错的 又称叫做增量制造 自己画起来 又叫做快速圆形 圆形叫做prototyping rapid 所以快速圆形圈起来 重点是快速 你把快速都圈起来 快速制造 快速圆形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3D列印 3D列印 现在学校很多 很多创客 都在做这个3D列印 所以目前 目前证明为 把这个证明圈起来 叫做基层制造 基层制造 所以你有一个概念 基层制造又叫做加法制造 自己写一下 补充一下 它就是结合一种以前的cat 还有一些cam制造 还有一些逆向工程 分层制造 还有利用这种材料增加成型的技术 等 汇集而成的一种制造方法 你稍微有这种概念 还有把一些同一词圈起来 还有它的证明叫做基层制造 就是这个十一之七 基层成型 好 再来 各位同学在复习的时候 你用两倍数去复习 去听 再来 第一个 它这里在讲 介绍这些方法 第一个叫做快速圆形 快速圆形就是刚才 我们这有讲到 这个Rapid Prototyping 这个东西 RP 快速圆形 它说啊 它这个加工流程是借着这个cat 或者是扫描 你把扫描圈起来 扫描会比较快 然后我们一般扫描进来的一些资料 电脑数据 我们会再去改 这就建立它的电脑资料 然后再用这个基层堆叠的方式 自动制作这个立体基建的方式 这下面有一个图 好来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cat 是你们去画的 然后扫描可以进来 然后我们再来改 会比较快 甚至现在有很多创科工厂 或者一些大学 都会建一些创意工厂 就是用扫描 再来进来改 会比较快 如果他们没有一些cat的一些背景的话 会比较高深的 好 那接下来这里就是它的一个图 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stl档 这个把它先圈起来 等到这个3D列印里面 这个stl档会常常见到 这个先把它圈起来 好 那这个rp过程 这是公仔制程 这就是个别对照上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给你做一个参考 好 接下来它这里说 这个虽然建构的基建模型 精度把精度圈起来 精密度比工具机加工差 是差的 圈起来 精密度比较差 好 但是它有它的优点 那你要有一个概念 像我们这种快速成型 或者这种基层制造 它这种材料成本都是比较贵的 好 这是它一个缺点 而且我们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支撑材 好 那甚至它做出来的这个强度 比我们实际的物品来差 这是它的一些缺点 到时候缺点 等一下应该后面会有一些整理 但是它这里有特别强调一些优点 你把这些优点 你把它圈起来一下 好 这里就是实体代替图形 作为功能验证 缩短 来 这个我觉得缩短研究研发成本 这里 你把它画起来 再加创业圈起来 好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叫SOHO族 好 或者就是这样 利用自己 好 它可能已经有3D练印期 就可以再加创业了 好 可以客制化 第五点 这个到目前 好 可以一些少量的 一练印小东西 好 客制化 客制的话 你要有概念 就是量不大 量不大 好 所以第六点要很重要 好 少量身材快速打样 好 再来 减少耗材成本 因为 你如果是工具机加工 你这个可能要做好几次 你可能会有很多事物 的一个过程 会有一些耗材的成本 所以你只要用3D练印快速成型 缩短 这个过程 流程的制造成本 好不好 好 再来 这个 是基层制造的一个目的 把目的圈起来 好 我这一看一下 他说这个基层制造 早期是使用传统的 噴墨印表机 噴墨印表机圈起来 当然现在都用雷射了 那以前都有传 噴墨 把噴墨把它圈起来 3D形状特征的列印过程 属于工业机器人 是的 它是工业机器人一种 请你把工业机器人圈起来 它也是快速成型的一种 如图11-6-3 可能是在后面 不过你可以发现 这里列印材质很多样化 净百种材质 在学校或单位 这里大概就是塑胶 尼龙 你把这个塑胶 尼龙 圈起来 蜡 这种 好吧 这个是比较我们在学校 创科单位比较会用的材料 再来 这一个 这里就是那个3D列印的这个目的 供大家做参考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建模堆叠完成的一个案例 当然最后我们还要做一些 后面的一些处理 像是抛光 好 稍微看一下 好 接下来第三点 这里在讲基层制造 产品的建构的步骤 步骤有四个步骤 你这个前面的出体字 你都要画起来 第一个是建模 建模 可能就是用CAD去建模 现在CAD的3D建模软体很多 什么Inventor Solidworks AutoCAD都可以 还有转档 转档圈起来 转档的 大概转的档 都是STL档 把它圈起来 STL档 你可能不知道 你自己把它写下来 这个叫做光固化立体成型 自己写一下 光固化立体成型 OBJ就是物件档 Object 英文的物件档 把这两个档名把它圈起来 这个是在3D列印里面 也就是基层制造里面 非常重要 基本的一个副档名 你把它圈起来 其他就只有自己参考了 好不好 最好有机会去看一下3D列印 它就是层层的列印 叠压 粘合 有去看一下实体 你比较有感觉 好 再来 这是这个基层制造产品建构的一个第二个步骤 叫做切层处理 切层处理 它意思就是说 它有切片机的一个软体 叫Slicer 你把这个Slicer圈起来 叫做切片机软体 它本身是一个背后有一个软体 在这里把它切片 切层 或切片处理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层一层去列印 我们的东西出来 好吧 这是它一个背后的一个程式的一个道理 工作原理 请你把它圈起来 其他就自己参考了 第三个建构的步骤 来自己把它出底子画起来 叫做堆叠分层列印 堆叠分层列印 这个就自己去参照一下 那等一下就会介绍 你可能是把液体粉末 纸张或板材 一层一层组合 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 这个等一下后面会介绍 第四个步骤 就叫做物件后处理 把物件后处理圈起来 物件后处理就是 最后已经全部3D列印出来了 你把这个物件取出来 就是简单的叫做脱模 然后你去清除多余的支撑材料 来这个圈起来 这个有做过3D列印的同学 就会亲自了解到 它会说多余的支撑材料 因为有些东西是中空的 我们要把这些支撑材料处理掉 甚至我们做最后的处理 抛光 最后就是成品 把表面抛光圈起来 这样子就大概把整个基层制造 产品的建构步骤 四个 各位把它画起来 重点已经勾勒出来 好 再来 我们看下一个重点 是在讲类型 方法 还有材料 他说在挑选 基层制造列印机的时候 考虑的解析度 是的 这个大概就是跟我们印表机 有点类似 好吧 来 列印解析度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层厚度 圈起来 层厚度 每一层的厚度 以及长度 长宽的解析度 单位是 每英寸 多少点 也就是 DPI 你把它圈起来 画起来 或者是微米 圈起来 这是重点 好 DPI是 DOT DOT PerInch 就是每一寸 多少点 DOT 点的意思 微米 μm 这个μ 是10的 负6次方 不知道的同学 现在写上去 10的 负6次方 如果是m 就是10的 负3次方 如果是奈米 的n 就是10的 负9次方 自己补充 写起来 OK 好 大概 这个slide 重点 就是这样 我们直接抓 重点 跳过去 再来 他说 层厚的一般 厚度 大概是100 微米 但有些印表机 列印机 可以列印到16微米 也就是16μm 30个原点直径 大概是50到100微米 好 大概就给各位参考一下 一般大概就是100微米 再来 基层制造加工 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画起来 那三个类别 那三个类别就是 第一个叫辐射能成型加工法 请你把辐射能圈起来 辐射能 它这里说 就是利用雷射光束 雷射光束圈起来 或者是紫外线 紫外线圈起来 这两种都是能量 都是辐射的光 能量 只不过是波长不一样 能量的强弱不一样 它就是材料产生化学或物理变化 加工方法有sla slslom 这个日后会再介绍 后面他会介绍 个人觉得sla很重要 请你把sla圈起来 因为是108课纲 所以第一次考 我们都会大概 我猜啦 如果是我来命题 我就会从生活中 学生最常见到的东西 来命题 才有意思啊 是不是 如果去出的很细 学生是学校单位都看不到的东西 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没有鉴别度 好吧 所以我就觉得 是以学生 或者我们产业界 比较大家看得到的东西 应该是第一次的命题重点 我以这种原则去 跟各位去分享 所以把sla圈起来 好吧 好 sla这个l就是light 光 跟光有关的 我们等一下慢慢讲 第二种是动能成型加工法 请你把动能圈起来 动能圈起来 什么叫动能 就是利用喷墨式 喷墨式圈起来 或者是挤压式 挤压式圈起来 这个自己喷 自己画起来 这两种方式 然后将年结剂跟材料 由喷墨头微量喷出 进行层层堆叠的方法 然后就慢慢就成这个3D物件 这种的物件有什么 有FDM 还有3DP等技术 这个红色的你自己都圈起来 红色照它这样圈 如果特别没有讲 我才会叫你特别去画 好吧 好 画起来了 这个叫动能 动能把它画起来 这个是第二种类别 这是用加工法来分的 再来 第三个 它这里怎么会插一个表 应该是先 它这里PPT少第三个 那我跟你讲 它这个PPT有问题 第三个叫做复合式成型加工法 自己补充 复合式成型加工法 所谓复合式就是 同时具备前面一二种 第一种是辐射能的 第二种是动能成型法的加工法 也就是同时使用它 所以第三种叫Hybrid Hybrid就是我们目前不是有一种 油电混合车吗 Hybrid就是那个字 HYBRID 叫复合式成型加工法 就是同时利用前面的 辐射能加动能 可以达到这种3D物件外观成型 那加工方法是 OBJET 是代表的新技术 你自己写一下 这个PPT上面有出了问题 没有关系 你就自己写OBJET 自己上网再查一下 我看看后面如果有整理 我们再告诉你在哪里 这里 这里教材有问题 这个由于新课纲 新教材 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这里你看 这里都有问题了 好 再来 印表机的类型跟制造方法 这个是有一个整理一个表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什么是考试重点 光聚合型 来自己写起来 圈起来 光聚合成型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 还有挤压成绩型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在这两个 在我们学校教育训练单位 是比较常见的 好不好 所以各位请你把这两个 如果时间不够 你这两个就先念 今年统策才会考得好 好不好 如果时间够 你再去看其他的 这样可以吗 好 画起来咯 好 接下来 充电小站就给各位自己参考一下 这个主要是在讲 未来3D列印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不好 这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是在讲什么 怎么突然就跳这个 这应该是在讲这个 列印机的这个类型 列印机的类型 第一种叫做成绩型 列印机自己写 列印机的一个类型 大概有五个型 第一个是成绩型 我先看扫一下 第二个是光聚合成型 好 接下来 第三种是挤压成绩型 好 那我先告诉你考试重点 刚才我们有讲 光聚合成型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 光聚合成型 再来下一个是挤压成绩型 也很重要 挤压成绩型也很重要 好吧 就大概是这两个很重要 最重要 这样先这么讲 好 反正这五行 我慢慢讲 也帮你稍微带一下 第一个叫做成绩型 成绩型就是成装物体制造法 LOM 所以刚才有看到一个缩写LOM 就叫做成绩型的分层实体制造法 自己圈起来 分层实体制造法 什么叫分层实体制造法 它的制造过程就像这个传统的点阵式印表机 点阵式印表机圈起来 可能各位没有看过点阵式印表机 如果你去一些比较老旧的药房或者是打一些报表 就会看到这种点阵式印表机 打出来会有打字机那种声音 那它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说用镭射或刀具将塑胶薄膜 请你把塑胶薄膜圈起来 塑胶薄膜圈起来 切成 切圈起来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切 因为有切就是会留下我们要的 其他会有产生一些废料 所以你把切圈起来 然后这个方法 成绩型废料较多圈起来 切 如果我来读书 你自己学生自己读 你把这个切 拉一个箭头拉到这里 废料多 这样可以吗 那它这里 就是红色的 就是照着滚人一层一层用胶水粘贴 对叠出 你画起来 那这里的材料有什么东西呢 有像这个纸张啊 纤维布啊 塑胶 塑胶圈起来 所以它刚才说 塑胶薄膜 就是说 这些东西 混合在一起 对不对 就变成塑胶薄膜 所以这是 其实是这些东西 或这些东西组合出来的 好不好 好 这是 成绩型 OK 好 再来 这个就是LOM 也就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分层实体制造法的一个模型的这个图表 好 流程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吧 当然这有影片呢 我们是重点充斥啊 我们就不放影片给各位看了 有机会再做这些 再来 第二个 这个就是老师说的 考试重点 这个叫做光具和成型 好 来 自己画重点啊 这个技术来自于光具和技术 来自于画起来 光具和技术就叫做光固化技术 圈起来 光固化技术 他说啊 常适用于光具和物弹性体原料 人造素质 啊 等等 好 来 我先要几个概念啊 看到素质这两个字 你就要有一个概念 你要有他就是热硬性塑胶 或叫做热固性塑胶 你把素质圈起来 你只要看到素质 大概有一个感觉 大概都是指热固性塑胶 OK 不幸哈 你自己去看我们第十一章 前面应该有讲到热固性塑胶 里面就有很多素质 我来找一下PPT给你看哈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之二这边 有讲塑胶的种类 有没有 上次我们之前有讲哈 热硕性塑胶 就是遇到热会软化 冷却会变异 但是遇到热又会再软化 可以重新塑造成型 好吧 这叫热硕性塑胶 我们看一下哪些是热硕性塑胶哈 PA 有没有 它这里都不会有素质哦 不会有素质 这两个意思 这两个字出现 有没有 看到了哈 好 再来我们看热硬性塑胶 热硬性塑胶 你会发现里面有没有素质 有 有没有 素质 有哈 其实当然有一些没有素质 但是你看 只要讲到素质 聚酯素质 还养素质 细养素质 有没有 讲到素质 大概都是热固性塑胶 或叫热硬性塑胶 有没有 有了哈 这样所言不假 好我们继续拉回来 我们看一下光聚合型 光聚合成型 来看第一个常见的有 第一个数位光处理 DLP这个重要 来请你画起来 数位光 这个L就是light的意思 光 或者 等下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SLA技术 那个L也是跟光有关的 这个所以如果你很忙 看到L就跟light有关 好吧 好来 什么叫做数位光处理 这个0就自己稍微看一下 重点大概就是 我看一下 它其实是用投影的 用灯泡照射 在光固化聚合物 来光固化聚合物 数值上圈起来 好吧 好圈起来 好来继续看 有没有看一些重点 这一个图表自己看 这个方法 这里是精细度加 圈起来 耗材柜 耗材柜圈起来 等等等 再来其他自己看 OK 这个光固化聚合物数值 你这里补充一下 这个把它圈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光敏数值 自己补充 光敏数值 敏就是过敏的敏 或敏感的敏 自己补充一下 有的看到这么多字 其实同一字就是光敏数值 好吧 你可以它是这样子 反复组成 你把组成圈起来 反正它就是一次投影一层 列印以下 一次列印单一的细小物件 所以我特别强调 组成 好吧 那一般我们这里有说 刚才我有说 它这个精细度加 耗材柜 所以像这种 光具和成型 尤其是数位光处理的特别 这个会适合做那种模型 玩具 而且是表面很精细的 但是不强调硬度的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 你把这个表面 强调表面精细度圈起来 但是不强调硬度 适合做模型 模型 OK 有些模型就是不是让你来 来转动的 就是摆在那边漂亮的 但是它是表面精细度很高的 这种就会用这种数位光处理 来做 好不好 好 再来 第二种叫做立体平板印刷法 这个也重要 个人觉得光具和成型重要 好不好 所以这两个你把它记起来 SLA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L就跟它那个光有关 好吧 你把它画起来 这个重要 然后它就称为光明数值 刚才有讲到一个光明数值 有没有 就是叫你写这个 光明选择性固化法 画起来 或叫做立体光刻成型法 画起来 它怎么做的 它就是用这种 雷射器的光束 亥格亚离子 紫外线 把紫外线圈起来 因为紫外线比较常见 LED灯有可能 是的 有 你把紫外线LED灯圈起来 然后将液态的光明数值表面进行 组航或组点的扫描 产生光聚合反映固化图层 所以这里 把那个液态的光明数值表面 把它画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 这叫做立体平板印刷法 好吧 这有一些立体光固化成型 对不对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立体平板印刷法的一个过程 给你做参考一下 我再看一下 词法 这里画起来 词法是第一种实用化 而且应用广泛快速成型的方式 他在说什么方法 自己旁边写一下 就是SLA SLA 好吧 他说这个成型过程自动化程度高 制作原型表面价 精度高 令解析度高 可以制作结构复杂 请把结构复杂 复杂圈起来 这个结构的复杂度 比DLP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 DLP就是数位光处理的复杂度更高 所以这两个比较就是 这个SLA 这里 SLA比DLP还要复杂 你自己把它补充上去 个人觉得是它的重点 好不好 那这里也刚才强调了 就是光明数值 这里光明数值你可以拉出来 像是丙烯酸酯 或者是还养素质 还养素质 这个常听过 EP Epoxy 本身是一个热固性塑胶 我叫你补充你就写下来 再讲一次 丙烯酸酯 还养素质 这个就是两种 比较常见 用在立体平板印刷法 的光明数值 讲完 超起来 考试重点 好 再来 这里有讲优点 就是刚刚讲的 它SLA会比DLP 还要做更复杂的模型 两个都可以做模型 但是这个做的可以更复杂 好吧 好 再来 这里讲它的一个缺点 缺点 来把它画起来 缺点 成型较多是数值类 是的 讲到数值类就是 什么样 热固性或热硬性 固化后 零件交植 锤益断裂 OK 需要支撑 再来 一台数值有七维毒性 毒性全起来 需必管保护 环境功能 OK 这个Trader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吧 好 再来 挤压成绩型 挤压成绩型 把它圈起来 考试重点 这个是我们学校 教育训练单位 最常买的 最常买的就是挤压型成绩 挤压成绩型的 来 有拿两种 第一种叫做融丝制造技术 融丝制造技术 上面写个1 自己画重点 第二种叫做融合成绩法 这是第二种 后面这一种 FDM 融合成绩法 又称为热溶解 绩层制造技术 这这么多字 你就画热溶解就对了 你画热溶解 好不好 所以我们在学校单位 比较常见到的就是这种 它怎么做 来看一下 纯素质连结成绩状的 它大概一捆一卷 这样子 加热到半溶融态 半溶融圈起来 然后通过细微的喷嘴 挤出 来挤出圈起来 难怪叫做挤压成绩型 对不对 先挤压 然后再来下沉堆积 叫下沉堆积 叫沉积 是吧 放在工作台上迅速变为固态 是的 因为热量散失了嘛 反复堆叠 11-67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单位 最常用的3D列印表机 就是属于这种挤压层机型的 这种耗材很脆 有保存期限 如果一年两年没用 有可能就坏掉 就不能用了 所以这种本身耗材也算贵 但是有各种不同颜色 就像这种 所以这种学校或教育训练单位 有这种3D列印表机 就很知道 这种叫做融合成绩法 FDM 好 再来 来看这边 可使用各种色彩 各种色彩圈起来 作为资料材料 第一个ABS塑胶 看到这有没有很熟 PC PLA 还有高密度的聚乙烯 PC 医用ABS PPSU 有没有 在消费市场想要机械强度 来 请你把 如果你要机械强度 就用FDM 如果你要表面机械度 你就用DLP 对不对 DLP刚才有讲过 这个叫做数位光处理 对不对 如果不知道 你自己再写一次 数位光处理 那学校单位常常都是要求机械强度 对不对 我们会做一些建模 FDM FDM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 叫做热溶解成绩制造技术 是吧 好 不是 跟正 这个FDM是融合成绩法 融合成绩法 这样 好吧 第十一章有讲到这些热固性热硬性 还有热塑性塑胶 这个你要有点想法有概念 ABS不是防锁死刹车装置那个东西 ABS有讲过 它是一种热塑性塑胶 如果不知道你自己再补充一下 什么地方会比较看到生活中常做 比如说家庭的管路 照相机的或电动工具机的外壳 常常会用ABS塑胶 塑脂来做 那PC 聚碳酸脂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它本身是一种佛碳塑胶 佛就是 图佛 小孩子防 蛀牙 会图佛 佛碳塑胶 对不对 那这个PC 有概念 一般现在CD DVD 那时候也教你怎么去记 CD DVD C光碟 这个基板 用的素质就是这种PC 是不是 这种都耐高温 有时候我们工业用的安全帽 也是用PC塑胶用的水壶 水杯 也用PC做的 因为耐高温 所以有时候会做在这个不粘锅的 塗层 这样OK 我这样讲的你 都是在帮你跨单元复习 各位同学 你自己找机会 找重点 找地方赶快写下来 边讲边复习 好 那接下来 就讲这个 基层成型的一个优点 我看一下 这个优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教育训练单位会 先买的原因 操作简单 我们要给学生用 当然操作简单 简单 价格平易 有没有 等等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中空零件 所以有时候我们 学校的电脑制图课做的一些零件是中空的 我们就会把它转成这个档案 有没有 3D列印的档案 然后把它实际把它3D列印出来 卷状 卷状 刚才给你看过 这就是卷状的塑料 这是原本的一个耗材 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是它优点 来 缺点 缺点 我们刚才有说过了 它这个精度 比SLA还要低 比较低 成型速度也比较慢 对不对 刚才有讲过 这个SLA L就是代表与光有关的 所以它就是光聚合成型 对不对 SLA就是立体平板印刷法 有没有 这个你自己不清楚再做一次 那常见的材料 ABS的强度高于PLA ABS刚才已经说过了 但是呢 会有毒气体 知道吗 这是它一个缺点 缺点 好 再来 第四个叫做力量结合成型 这个老式的方法 我也看过 但是 我们都好像把它成锋起来了 第四个叫力量结合成型 它这里有介绍有六种方法 各位 你就把这个粗体字把它画起来 第一个是选择性 雷射烧结法 雷射烧结法稍微这里把它画起来 这就叫SLS 力量结合成型的第一种 我先稍微扫一下 第一种 来 这个是SLS 第二种是直接金属 雷射烧结 这个重点是金属 我先画 好 来 第三种是选择性 雷射融化 这个也是 把它画起来 第四种是电子树 融融成型 把它画起来 所以只有 第五种 对啊 第五种选择性热烧结成型 把它圈起来 第六种 粉末层 喷头3D列印 好 圈起来 所以总共六种 六种 好 来 我们回到这前面 来 好 所以这个力量结合成型有六种 好 你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介绍 好 第一个 SLS 这个技术 好 那这个我说过 比起前面那两种 好 我个人觉得 如果考试重点 光聚合成型 跟挤压成型比较重要 那你这里 我 我会觉得 你就稍微自己参照一下 好 这个大概就是高能 雷射光 好 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塑料 塑胶粉末 好 塑胶粉末 你把它圈起来 这里 这个 这个 自己参照 好吧 这个就像这样 参照一下 好 雷射光扫描 打下来 好 一层一层打 那这些粉末就会被 粘合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就会凝固成型的意思 凝固成型 好 你看这个就是制成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 雷射光 激光就是雷射光 这种就是高能量的雷射光 在塑胶粉末 有没有 然后就凝固成型 一层一层的 有没有 你看可以做什么 支架 基建 一支 这个就是选择性雷射烧解法 SLS的一个优点 来 我们看优点有哪些 它说使用材料广泛 有用到尼龙 对不对 玻璃纤维 等等等等 制造 复杂构建 OK 好 第三个来画重点 因为它这个物件会埋在粉末里 有没有发现 这一点一点就是粉末里 做出来物件是这里 所以要不要支撑材 不需要 这个是重点 不需要增加基作支撑 好吧 像我们学校用的 有时候会要支撑材 所以这个适合制作高强度的 元件模型 好 再来缺点 因为它是颗粒状 我们说过了 它是放在那个塑胶粉末里面 所以它做出来会表面有点出涨 也会产生有害气体 因为跟你使用的材料有关 像是尼龙啊 这些受热 雷射光 加热都会产生有害气体 所以这个只能做出加工 进一步你可能要做吸加工 像是抛光 好 再来 第二种 直接金属雷射烧 烧结 金属雷射 你看它这里说什么 它说齿法与 SLS相似 重点是什么 雷射功率啊 粉末的选择 来看重点 来第一个 来这里高 这种 DMLS就是直接金属雷射烧结 它的雷射功率跟温度比刚才第一种来得高 你请你发现 请你发现 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 第一种是叫选择性雷射烧结法 这是直接的金属雷射烧结会比前面那种选择性雷射烧结 SLA SLS来得高 这里把它圈起来 好 再来 它说这个方法机械强度跟开膜胶注的产品 同家使用材料以金属为主 来金属圈起来 所以这个DMLS 画起来 这个M就是什么 Metal 就是金属 你去这样去记 好吧 想到直接 就是会比前面SLS直接来得高 好 这样去记起来 OK 好 再来 第三种选择性雷射融化 这个也是 是比前面那个温度高 是比第一种 再看一下 来 在于 OK 你看 有没有 SLM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它就把SLM跟SLS去比较 有没有 有没有 它也是比刚才第一种 SLS有没有 来得高 有没有 所以你自己画起来 这就是这个第三种 也是比SLM跟SLS温度来得高 也是以金属为主 也是以金属为主 把它圈起来 好 温度比较高 才会用金属为主 好 记起来 好 再来 连固成型高密度物件技术 固机械强度化起来 开模 交注产品 同家列印基建客 直接使用 这个 有没有发现 跟刚才 第二种 直接金属雷射烧剪 DMLS 很相似 OK 好 那就一起这样 所以 如果你来念书 你应该把2跟3一起念 然后这两个跟 比第一个温度来得高 能量来得高 第一个就是选择性雷射烧解法 SLS 你要这样去归类哦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就讲第四个 电子数 融融成型 你讲到电子数 它就必定是真空环境 因为电子会在真空环境下存在 所以你把它画起来 电子就是高能粒子 对不对 像你们那个 有些电子 什么X光啊 居里夫人啊 有没有 就是跟这个有关 好 来再开来看 金属粉末 这个也是金属粉末 来画起来 致命基建方式 可以用制造钛合金金属建 来 把特别强调一下 钛合金金属建的基层制造技术 钛合金 会用电子数融融成型 真空环境下做的 好吧 真空环境下的电子数 好 重点大概是这样 下面 它说这个方法生出来密度高 无空气 无气泡 硬度强 非常坚固 嗯 没错 这非常符合钛合金 金属建的一些特性 好 所以你也把它画起来 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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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个红色的话 好 再来 缺点 必须实施预热 来 缺点 实施预热 知道 你会发现 电子数比较少见 雷射 常见 对不对 雷射加工机 大概 开机没多久就可以用了 暖机很宽 那在电子数我们一般除非是专业的实验室才会有这种东西 因为它必须要在真空环境下 所以学校单位比较不容易有 除非是大学研究所 它的研究室才会有 好 那这个就是电子数熔融技术 供各位参考一下 你自己截图 如果有进去 没有时间就像我这样去抓重点念书 好 再来 充电小站 充电小站讲什么 3D练义必须克服的事项 我们来看一下 对啊 这个都价格成本啊 机械物理性 当然 这个在刚才 11-7最前面就有讲过了 好吧 但是我们相信未来 一定会越来越进步 好 这个也在讲这些东西 好 这个就是一参考 还会说这个原型制作可能被虚拟使尽 未来可能就是不一定真的做出来 有点像那个电影 有没有 用带那个VR虚拟的那个眼镜 对不对 再带手套 你就感觉已经做出来那种感觉了 好 再来 第五个选择性热烧结成型 SHS 再把它画起来 这里用热米烈印头融化做烧结 3D印表机 这个个人觉得没那么重要 不过你参考一下 再来 画起来 为使用的粉末百分之百可以回收 也可以用钛合金制造成品植物 这又讲到太金属了 有没有 好 再来 吃法能用尼龙 尼龙粉末材料创造出弹性大高强度 电印速度快 但是这个就可能有毒吧 毒气啊 这给各位参考一下 第五种 胶水则性热烧结成型 SHS 好 再来 这个就是SHS 好 看一下 好 你看 这都是钛金属 有没有 做了什么 哇 这是骨头耶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做一个车子 好 第六种 这个就最后一种了 粉末层 喷头 3D练印 基本材料 石膏 热硕性塑胶 应该热硕性了 有没有 好 这个不是热固性了哦 哦 他说这种 陶瓷啊 金属啊 他说这种跟SLS 共益类似 但是采用粉末成型 等等等等 不同的是 材料粉末不是通过烧结 粘结 而是通过喷头用粘结剂 将表 零件截灭印刷 这里把他画起来 通过喷头用粘 锁剂 如细胶 这样子 所以他说他跟SLS 类似 对不对 SLS 还记得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 粒料结合成型 不是有总共有六种方法 第一种介绍就是SLS 有没有 就是那个选择性雷射烧结法嘛 他用雷射光去照那个塑胶粉末嘛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自己去比较一下 好 这个就是粉末成喷头3D练印 就是第六种 最后一种的一个流程图 给你做一个参考 好 再来 第五种 金属线路型的 来 这种形如 电子素无膜成型制造器 来这个稍微画起来吧 如果画重点就画这里 电子素无膜成型制造器 简称EBF 制造材料 几乎所有金属合金都可以 是一种自动成型跟焊接 焊接圈起来 制造方法 带来革命性变革式 他这种很新的都会比较贵 好 比较贵 好 看一下 他说先通过电脑绘制一个三模物体 三维 电子素 你看这又讲到电子素了 有没有 好 所以刚才老师有讲电子素 是不是就跟真空环境有关 好 来 这里 这就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本身 这个就叫做EBF EBF EBF就是电子素无膜成型制造器 电子素无膜成型制造器 好吧 好 再来 最后第五项 基层制造 也就是俗称的3D练印的一个用途 把用途圈起来 十一柱形欲乐 你看 我跟你讲比较考试生活应用的 我个人觉得 欲 你把它画起来 柱 现在很夯哦 房子都可以3D练印出来 房子都可以3D练印出来 有的那种大型3D练印器 欲 这个在我们常常辅助器材 实体化展示 实体化教学 有没有 现在高中职 甚至大学端都在做这一块 那乐 乐是我们现在创课 生活 也是现在教育的走向 教育部在推的 乐 3D练印比 有没有看过3D练印比 这个课字 这是在空间中自己做呢 你看 这叫做3D练印比 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你这个从下面慢慢画 你可以去买一个来玩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挤压层机型的 挤压层机型 有没有 自己写一下 好 你看这个就是3D练印 有没有 十一柱形一柱 我为什么叫你写柱 现在连房子都会用这种方式去盖 这看起来就3D练印这个水泥 有没有 这个新闻报道有 好 再来 这个有人买过 你就有机会去买来玩玩看 好 再来工业产业 OK 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 这个就是耻魔啊 公仔啊 公仔学生很喜欢啊 文创产品 好 来 再看一下这里 好 参考一下 这个就是讲下社群式制造法 这些东西 自己社群式制造法 你把它画起来 好 这个就是结合啦 现在很多人创业啊 有没有 结合这个物联网啊 结合3D练印啊 有的甚至在那边 找赞助啊 融资啊 然后设计啊 最后再把这些东西产品 物流到客户手中 这个自己参考一下 哇 这个最后立即评量了 立即评量这个 我看有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快速 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下列合者不是 这个答案是 珠吧 对不对 答案写珠 因为快速成型 不可能大量制造 都是少量客制化 对不对 答案写珠 再来 第二个 答案是多少 B 有没有 光聚而行 看到这个L 就是light嘛 自己做笔记哦 这个答案是B 这个 档案没有 来第三种 为使用的粉末百分之百 这个答案是选什么 答案是选B B 自己去看刚才老师 提点的重点 这一地答案选B 好 那这样 哇 11-7就全部讲完了 就是第11章 非传统加工的最后一个章节 这也是108新教材哦 很快的今年20230统策就要好了 好 这一套到这里 希望同学 两倍速速 多听几次 再提点一次 SLA光聚合型 DLP FDM 这几个 融融几致 光聚合 这是考试重点 光聚合是属于列印速度最快的 最快的 好不好 那融融几致 FDM 是我们学校 这种塑胶 还用的 虽然没那么快 但是成本比较便宜 好不好 好 大概11-7就讲到这里 重点 讲好几次了 希望你都多听几次 把它抄下来 好 下课